来来来看比赛了看比赛了 开始比赛了吗 开始了呀 怎么说呀 退了退了 开局这个 这套阵容 哎呀又是这套阵容 这套阵容打红夫人 我就感觉红夫人就看到这套阵容 就有点想哭 打谁都很难 遇到前锋嘛 开局前锋还行 但你要想他的下线虽然高 但他的上线也低 嗯对 修图贼慢 所以红夫人碰到这套阵容 就感觉就是 无论哪边有优势 打到后面最终感觉 都是像一个平局的局 嗯对 最后都是变成两台机三个人 对 就是这样子 就挂飞一个人还剩两台机 哇这个头 这里还当面跳个舞啊 要我就闪现打他了 一刀没打中 完了完了完了 这边红夫人炸了 出带事 出带事 出非常非常带的事 带带带 哎呦还有个交互点 板子这里可以卡着 卡你镜像结束 难受了 还有一小段球 就在这里玩 不影响对面的电击 哎呀拉一波球 再进一个交互点 博弈一下 哎抽到了 这一刀 哎呦这刀抽到 真的还行 那已经很久了 很久了 两个镜像了 是两个还是三个 两个了吧 两个镜像加一个闪现 你看这个闪现都已经过去35秒 嗯 虽然说6的9 但是你看这个电击 看这个电击 电击也就是跳掉三台 然后这前锋是个白板 对吧 两波一旧 其实还好 那没有机械师的这种呀 你要是什么机械师先知的这种 基本上三台已经后面的已经在修了 我又慢了 啊慢了吗 还好 而且也没有那个六鬼能力 嗯对 前锋已经白板一块了 就刷两个薄命 然后电击不够 哎打椅子了 嗯 这团长老是打椅子 嗯 他这里傭兵要帮忙保 确实傭兵要帮忙保一手 要扛一刀 嗯 我觉得这刀扛没什么意义 这刀扛完下一个镜像封住 这个前锋走不了 好 但因为因为 干嘛扛镜像很好的 哎 他帮忙扛镜像的红夫人不出这个镜像呀 不是呀 他刚那个板子 他其实没有必要吃这一刀的 就不要下这个板吗 还是说直接下板就不要让红夫人 要逼红夫人交这个镜像 直接交 嗯嗯 嗯 对啊 那也是 你吃吃这种走地的刀没什么意义的呀 我觉得你说的很有道理 现在还差两台机啊 守木人再来救一波 哎我感觉优兵吃一招到好亏啊 待会反而可能会变成红夫人的翻盘点 可能也可能翻盘也翻不了 我感觉这个电器 这是一个正常的平局 平局 不是啊 那这翻盘点就是这样子 比如说本来那个傭兵压最后台机 然后红夫人一个进场投过去 打了一道傭兵又不是倒了电机压不好吗 无伤旧啊 对他今天好像都是无伤旧 这边缠着 待会还能再扛一刀 哎 哎 哎打中了 那没了 哎呦 有闪现 对吧 你现在守木人和傭兵这个时候要保平 你就最好守木人和傭兵不要出现了 两个人摸 摸满了以后再来打是最好的 我觉得电机可能都快够了 哦电机够了 刚扛到一刀的话还真说不准 优兵拉开 什么人也拉开 船过去 哎找不到人 又是这样的节奏 只不过节制是把节制差一点 变成三个人的一台机 对对 反正也一样 反正你有红夫人后面再留一个嘛 优兵只要不打一刹机就行了 嗯 现在可以不掉互安了 这个互安可以省了 红夫人要回去 那边重修 哎 不给机会啊 对 所以这个阵容就没什么太多的悬念 就感觉不管谁优势 对吧 前锋遛的好不好 好 就是很趋向于平局 对 就遛的好不好 好 真好 掌声都想给他鼓掌 遛的真的好 对 平局 然后红夫人抓的 或者是红夫人抓的快不快 很快 啊 鼓掌 最后平局 对 遛的好不好 遛的很好 最后平局 对 就是这种感觉 就是反正不管哪边优势吧 都都优势到可以鼓掌的那种 然后平局 对 就欺向于平局 就两边的容错率都蛮高的 追调香师他就是想要平局了 因为调香师没有什么太多的悬念 一刀就死不像其他两个人 还可以扛一刀的那个能力 其实的话追傭兵是最好的 理论上来说 追傭兵嘛 跟追傭兵把他打到那个开门战的时候 残血没道具 就会好打很重 我觉得这条项也行吧 反正一个阵容 这个是阵容要平 不是就是开门战之前去打傭兵 开门战之后你打不打 是没关系回事 哎 地窖在这里 香水 这个地方 这也没用啊 放个箱 放个镜像 有用 万一 啊 没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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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 出个声音 傭兵是不是还要来帮个忙 他在手里还有个船呢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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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地窖 地窖就在眼前 开了 往哪走 翻出去的话 破窗加速 破窗加速 这不破窗加速了 破窗加速已经用掉了 破窗加速好了 三跑了 哇 我们说了半天的平局 哎 哎 这打我们 我脸好痛 我没说啊 没破平局啊 我没说平局 你没说你啥都没说 对 我没说 我们